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想介绍一个可以补血 增强免疫力的汤水 补气血 首先有一两花生 洗洗用清水浸 另一个煲鱼袋 用点滚水浸泡 这两条是煎了的鲫鱼 通常我们广东人很多时候在年30晚 会煎两条鲫鱼用来拜神 或者是用来扎连的 另外一些冬菇脚 我之前是炆一些冬菇 剪了一些冬菇脚 收起来放冰箱 另外这个就是肝包 我迟些也会出一条影片教你如何浸肝包 现在肝包浸起来的水也是要的 这盘就是我当时年30晚 做了这盘是用来扎连的 一些食物 有鸡 有蚝 猪蜜 猪蜜 猪蜀 猪蜀 一条 莲藕 有一条 五花腩 这样 还有鸡蛋 这样 今次这个汤我们会用到蚝蜜 和这条猪蜜 因为当时用来扎连的那时候 这些材料已经出过水 所以现在我就 煮滚 那些水 这里大概是4公升水 我这里是7-8人的份量 又煮了4公升水 将一条猪蜜 那些蚝蜜 有两只猪手 放进去 这些是雪藏猪手 还有这条五花腩 都放进去煮 我不想汤比较燥热 所以今次的汤是不会下鸡 最主要是下了这些材料 还有 干包 用来浸干包的水 都会倒进去煮 那些干包 都会煮的 我们就放在表面 不要在底部 因为避免它粘底 另外刚才浸了的花生 和冬菇脚 都放进去 其实这个汤就很简单 如果你有 做一些食物用来扎连 这个汤就刚好可以用完材料 那两条鲫鱼 我会用煮鱼袋 装着 打回溜溜 就让它骨 不会走出来 不会影响汤 而鲫鱼煎了用来煮汤 汤都会很甜 因为鲫鱼本身有很多很多幼骨 所以如果是这样用来吃 就会 比较 容易担心 或者之类 所以用来煮汤 煮完之后 就可以不爱了 那年鲫鱼呢 我们就把它撕开一节节 然后就批皮 而且 其实煮汤呢 我们可以不用先切开 不用先切开一片片 通常是成块的煮的 不过你都要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泥 最好 就是 你看得到它里面是干净的 你冲洗一下它 就可以成块放进去煮了 好像现在这样 你看得到里面 那是干不干净的 而且 最初买煉藕的时候 你最好就是买 一条长的 那它的 头尾的位置 都是有一节 那些 即有一节 那些节位 这样它就没那么容易会入泥 那其实我这节煉藕 其中有一节 在头一部 那个节 都要不了 因为它有很多泥在里面 那其他节位就OK了 那好了 现在这个汤煮回滚了 因为刚才下了些鲍鱼水 下去之后 它又 即是会冰了一些 那现在又再煮回滚 用大火煮回滚 那还有呢 有时就 动下去 即是避免它有东西粒 那接着呢 就可以将莲藕放进去 那其实这个汤 基本上很简单 但是你会见到 材料 都可以令到汤是很甜 很好吃的 那我将那三块的莲藕都放进去 那继续大火煮多10分钟左右 那可以转回中小火 那再煮 煮它一小时 最少一小时 那煮了一小时之后呢 其实我呢 就会捞起那些 猪肉 猪手 那些 那些呢 和莲藕 那些呢 就可以用来 用蠔油 来煮 煮 炆回去 之类 就是可以做其他菜 可以做其他菜的 那那些鲍鱼呢 你就要刮一下它 淋不淋了 那如果一个小时是淋的 那你也可以关火啦 如果不是呢 最稳适的呢 就起码煮一个半钟 一小时三十分钟啦 那那些鲍鱼 你刮下去是淋的 那你就可以是关火的啦 那这个汤呢 就很好吃啦 而且呢 材料都很丰富 你煮完汤之后呢 那些材料你可以 捞上来呢 就用蠔油 烘一烘去 那就会是一个 好 好意头的 送菜的啦 那好了 今次我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终于有条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channel 我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